CES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電探少女A碼欣 我們在2018的CES 剛剛前面已經看了很多比較硬的科技東西 那女性科技這一塊有什麼好玩的呢 就是在我身後Foreal的攤位啦 它其實佈置的有點奇妙 因為大部分的攤位 大家看到都是開放式的展區 但像Foreo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偏偏圍起來 就是鐵壁整個圍起來 然後剛剛還聽到裡面有人尖叫 不知道在賣什麼關子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就是等一下 去排隊來看看到底在說什麼呢 GO 好 剛剛就是體驗完之後 它現在這邊就是擺了它這次最新的產品 UFO 那我先來先試玩一下 其實Foreo這一款的UFO 它總共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用高能導入 它其實有分熱導和冷凝的作用 它其實它所有的模式 切換都是在手機上的APP聯動 那所以等一下呢 Emma這邊就要先去來訪問 Foreo的亞洲區總經理Paul 請她介紹一下就是說 在Foreo這個品牌啊 和它設計一些 就是像Emma手上這個最新的產品 UFO的一些理念 Let's go 好的 現在呢 我們身邊就訪問到 亞洲區的總經理Paul啦 那現在這邊呢 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一下我們的Paul 就是 其實Foreo是從2013年才成立到現在 但其實在市場上 已經是非常知名的牌子 那有一開始是有什麼樣定位 Foreo這個品牌 然後想要 帶給消費者是有什麼樣的感受嗎 我們品牌是2013年才開始的 那現在基本上也只有大概四年的歷史 對 非常年輕 是的 很慶幸的話 就是因為產品也得到消費者這邊的接受 本身 Foreo的最主要就是以消費者 以及產品為本 您看我們的這個產品啊 先不要說我們產品好也不好 但是我們第一個做法就是 我們給予我們每一個產品 兩年的責寶 那對於這個 你也知道對一個電子消費產品來說 兩年是嗎 正常是一年 第二點 很多消費者就告訴我們說 我用了你的產品 我充了一次電之後 我很多時候我一年都不需要再充一次電 可以用五六個月製造 至少 另外的是產品的角度 本身我們的產品 在設計上有我們的職責 本身我們覺得我們任何產品 都需要有一個顛覆性 對整個產業產品都有一個顛覆性 而且很多消費者用了之後 覺得這個產品真的是非常好的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 這兩個原因造就了 我們這個口幣銀銷的這個成果 這一次關於這次推出的這個UFO 面膜椅 就是當初怎麼會想要出這樣子一個 就是譬如說現在在面膜市場上 都沒有這樣的產品 那當初有什麼樣的idea 或哪來的發想 就是做到了 這個我們當時也是花了現在 將近四年的時間 覺得 你看現在大家用的面膜 都是很多時候都是要花20分鐘 然後躺在床上 或者椅子上動也不動 就是這樣子加磨了20分鐘 有沒有什麼辦法 能夠不是真正的代替 因為說實在的 也有很多女性消費者 他們也享受這個過程 那怎麼能夠 縮短 也不完全是說要完全替代這個用法呢 所以我們就造就UFO的這個面膜 我現在並不只是為了敷個面膜敷上 而且我是希望你整個過程中呢 給消費者有一個舒適感 給一個享受的一個 一個90秒 好的 所以啊 其實剛剛聽到Paul的解說 我們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Foreo它是一個非常重視 消費者面向 消費者使用體驗的一個品牌 所以 它才能夠短短 譬如說 從2013年成立到現在 2018年初 已經就是在中國市場非常知名的品牌 那其實在剛過去的那個天貓雙十 也曾經創下了非常驚人的銷售成績 那現在AIMA手上這款UFO呢 其實是 還沒有就是實際上上市 也還沒有量產的概念性產品 到時候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謝謝